进入11月以来呢 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呢 确实也不好啊 我刚刚就是才从一个客户那里过来 他现在在粉刷 而且在清洁里面呢 就是说我帮他装了一个这个牌子 挂了牌 然后是logbox装上去准备上市 现在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呢 如果是卖家呢 这方面来讲 如果你是急着要卖的话 那肯定是要就是降价卖的 因为我们亲身经历的 就是很多还不错的房子 拿出来就低于市场价 来买的人都是低于市场价 喊很多来要价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如果你不急着卖的话呢 我也有一个客人还不急着卖 也就是说等到明年再说啊 反正慢慢看这个市场 如果有人愿意出到 他愿意卖的价位 那我们就卖 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等到明年 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呢 来讲呢 因为利息呢 央行没有明确表示 马上要降息 但是呢 五大银行里面其中有两家银行呢 已经开始调低利率了 所以其他的三家银行呢 马上也会跟进 所以我们预期呢 因为现在是11月份 预期到明年年初呢 其他的银行慢慢 如果降息的话呢 市场可能会慢慢起来啊 就是慢慢的转向为这个卖家市场 但是呢 还不会说一下子就是 会很抢这种状态出现啊 这是我个人的估计 所以到如果大家要准备卖房 那么最好是要到明年年中啊 左右的时候看一下 如果大家买房呢 现在确实确实是个好机会啊 好时候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前两天带客人去看房 也是我们就直接就下了很低的offer 而且是就算抢offer的话呢 也不会给的很高 有一些遗产房 我们去看了之后呢 遗产房它价钱 本来这条街都基本上是卖到1.2个 Million 1.3 就稍微装修一下的 它那个房子就卖79万9 也就是说80万都不到 我们虽然没去参加这个 因为我客人不是特别喜欢那套房子 结构啊 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呢 地段非常的好 在这个Etopical南面那个地段 所以很多人 而且是个半独立的房子 他是买一块地 而且后院非常的深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下呢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投资 想要买的话呢 你真的要去多下offer 去多谈 因为你不知道卖家到底他是急着卖 还是说可以等一等 但是你不去参与这个 给offer这个过程呢 卖家是不会告诉你真实的 他的想法的 所以呢 目前来讲 多伦多的买房 卖房市场差不多就是这样 再回过头来说 这个七房投资啊 我们现在 七房的这个楼花 房花呢 也是就是说 开放上给到很多的优惠 虽然走的也不是特别快啊 没有之前那样子 但是呢 如果好的地段的 比较 那个户型比较好的 而且价格也适中的 这样的这个新房项目呢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 目前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 总体来看就是这么个状况啊 明年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降息啊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也不一定 即使降了的话呢 市场呢 也不会说马上反弹起来 所以大家心里还有一个准备 如果买房呢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有可能说不准明年年春天开始 马上央行一个消息 因为多伦多这边的房地产市场 非常的敏感 如果央行一旦发消息说 我们不准备加息了 马上准备降息了 那么马上房地产市场就会起来 但是央行就 没有表这个态 不表态的话呢 各个家银行呢 心里也是有数的 所以我刚才前面也说到 两家银行已经开始慢慢降息了 其他的银行会跟进 一旦跟进之后呢 至少可以缓解那些 马上就是要renewal这些 贷款的这些的买家 因为呢 据数据统计 只有60%的这个买家 在今后的一半年到一年内 要renewal他们的贷款mortgage 所以而且之前都是非常低的 接近一和二这样子 现在已经到了五和六 升率到了七 所以很多人有面临的 就是付不起mortgage的这个可能性 可能又会被迫卖房 这种情况呢 我们现在是慢慢在看到 政府也会看到 所以政府呢 不可能说是这个利息 完全的不调整 他肯定是会要做调整的 就是看到底有多少人 需要这个default 他的mortgage 有多少人被迫卖房 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 这个到时候会根据情况 我觉得央行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旦调整的话呢 因为这个潜在的买家还是很多 我移民过来也是很多 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 长期来讲应该是看好的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准备投资也好 准备买新房也好 准备买二手房也好 现在真的是可以动起来了 比较好的时候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呢 想要探讨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屏幕下方留言 好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